这位色问奖终于被逮捕了 大家都说太好了 这位问奖谢东宪 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法官说 主要因为检察官的羁押理由不够明确 所以让他五万元交保 从此之后这位谢信的嫌犯就下落不明 不过就在昨天的时候 警方在他跟朋友相约碰面 也就是在新北市土城了一座公墓这边 将他逮捕了 而他若以什么这几天躲着不敢见人 他居然还敢大声的说 他是在躲记者 但不管如何 其实警方心中的大事也落了下来 因为警方表示这起案件 让他们压力非常的大 这位谢信司机就好像全民公敌一样 所以他们那时候认为 这位恶司机他的个性比较孤僻 原本是希望从他妻子这边能够得到讯息 但是妻子说我完全没有跟他联络 后来是透过他一个朋友 突破他的心房知道 他昨天早上会在土城的这处公墓这边现身 所以将他给逮捕了 但是警方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因为这位谢信的司机 他有洗过澡 全身的衣服也都换了 所以认为一定有人接应 另外警方也发现 他跟他的妻子还是有通联记录 纵使老婆说他们两个都没有联系 但是透过通联记录发现 两个人之后还是有断断续续的联络 所以现在这一部分要来厘清 到底谁接应他呢 帮他躲逆了这么多天的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